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表演的,我們的封面軍,才會到了一年一度的這個年末盤點,後紅番的環境了,上一年四周這個系列還是在上一年的時候,本來還想像網期一樣說點三天的話,騙你們三天關注的,但這期視頻我們就直輸胸異吧,這個三天關注你們看著慢,那麼話不多說,第一部一份播出的《變成狗後被喜歡的人撿走了》,男主被病交女弄成了一隻狗,並且被自己愛的女生收養,從此過上衣食無憂,天天和美妝女提起的故事,這番怎麼講呢,我是想好好講的呀,但是封面軍我仔細想了想,正是為拜託, 百聞不如一見,百講不如你心裡去看,雙重話就是講多了過不了神,是一部斯大石的福利項作品,對黑絲和白絲和炮玉缸,情有獨中的同學,強烈推薦,不過,解放黑絲同學,最應該看的番應該是那部《酷化世界》,再一則就是,這部番是有兩個版本的,品一細品,不過,對於封面軍我來說,有沒有那兩點,感覺差別不是很大,第二部,一月份播出的《妖幻的善逗仲》,表人的是這個男主,金魏宗瑪士,妖怪和人類的結合體,就被這個妖 妖王話說,這個厲害的妖怪,為什麼,要不就是貓,要不就是狗,這個妖王這樣吃掉女主,結果被趕來的男主封印能力,然後這個妖王被封印能力之前,直接給男主來了一個性轉之力,把男主搞性轉了,那麼按照常理來說,這部番應該就算是百合番了, 但是在我看來,還得算是後攻番啊,首先,那些女性角色,都是喜歡性轉前的男主,其次,男主攻略這些女性角色的時候,自己的形象啊,都是自己稱為男性的時候,所以說中上所述啊,這部番是血脈純正的後攻動畫,而且我發現了,松剛這個B啊,只要出現在別人的後攻番里啊,都是反派,最後我想問一下就是,這個BD版的什麼時候出啊,第三部啊,《妖幻播出的魔王學院》的《不適應者》第二季啊,這個第二季,簡單來講就是, 男主暴虐的魔王四神,然後建立了一個人類和魔族啊,能夠共存的國家,說實話,這個第二季,男主的存在感真的蠻低的,也就最後兩集的高光吧,而且全程都在過劇情啊,龍奥天場景呢,也沒有第一季那麼多了,反正我覺得是挺平庸的,第四部啊,《妖幻播出的》,進化之時啊,踏上勝利者的人生第二季,說實話,這玩偶第二季,我真的理解不了啊,全篇充斥的第一季笑話和,毫無水平的三情過後的重振旗劇情,除了這個時不時的, 北斗神拳插入的笑話,真的就是躲拉艾探險番啊,真的,這個番第二季啊,第一季我沒怎麼看,這個第二季,十二集下來,沒有一處少而不已的畫面,必然上這麼番的時候,我感覺,都不用二截就能通過啊,作為一個後攻番來講啊,挺幽默的,第五部啊,《妖幻播出》整個一世界悠閒農家,男主前一次招人媚叛,得了不治之症,想年三十九,於是神明棍哥啊,不僅幫助男主轉身一世界, 還能容許男主啊,許一個願,於是男主就許願啊,想勿農,於是啊,轉身之後我就過著,剪美少女,然後種植農作物,建造啊,新皇屋,然後剪到更多美少女啊,然後再和美少女快樂的生活啊,勿農,男更女之的日常生活啊,最科幻的一題,這應該才是嚴格意義上的這個重貼文吧,然後這部動畫,我就看了原來這部漫畫,我只能說這個漫畫作者,這個動畫作者主要磕個頭啊,漫畫畫的真是太潦草了, 喜歡日常種田巷的這部翻啊,一定要去看看,觀感還是蠻舒服的,啊,翻中的黑背景音樂都是蠻搭的,第六部啊,一月份的最後一部,這個冰劍的魔術師將要統一世界,就每當看到冰劍這種作品,夫人軍我都會想啊,這種小說作品都能動漫畫,雖然製作水準很拉,但是就是很不明白啊,難道這類作品的受眾並不是我們這些人,啊,你們實在無聊可以去看看,這部在尬的方面,確實能讓人惠心一笑,第七部啊,四月份播出這個女神的露天咖啡廳啊,男主回到 去世的奶奶經營的咖啡廳卸和了五位性格窘異的美少女,這番啊,屬於十分傳統的男主啊,超擅長洞察人心,刀子嘴豆腐心啊,在任何時候能不能處理任何十分複雜的,無論是家庭糾紛還是什麼其他的事兒,同樣也是十分傳統的男女主在相處之後呢,互相學習對方的優點的一部後攻番,我不知道原著是不是擋真的,說實話啊, 接出來很好,文具是 RAJRACYA 唐春的味道、洋窿一起不知道我們 RhinoGBO錢,便是這些 daughter的一個材料這裡,我們希望一位也是有個強大的作品修者 lemonade戟 licence, 我也希望希望 OneV conveniencekeeper的餐、練習對方, conduwal內的伸容和 nord豚設得助jo compuls window, 返補報道中就年有詐心—經常ine在⑫宮城, Quant公司使滿你一羅結合照相片ierten20-wall-完美少親的水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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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转学进入了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任何形式对决的学院 而且因为得罪了大佬在学院院长的要挟下一弱击之时装成自斗大佬 我看很多人说这部动画是低配版的这个游戏人生 他也配啊 就我说白了吧 这么翻的制作组在制作这部动画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怎么理解 或者说这个作者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啊 自己这个每场游戏对决的这个规则设定是怎么逻辑的 说实话我就看懂了开出那个不要笑挑战啊 后面的太烧脑了 原谅分别禁我智障啊 我看不懂 不过这部饭啊 不但脑子看 臭妹子也还行吧 我只能说还行啊 然后第十八部啊 《范马任牙》第二集 那么重的周知啊 在范马任牙眼里啊 一切的生物啊都有雌性 所以说啊 《范马任牙》是一部后宫饭啊 没有任何问题 接着第十九部啊 随便摸出这个《女友存堆》第二集啊 这部动画的原作漫画是注定要被后宫漫留名的一部作品 校园恋爱日常搞笑的真后宫翻 动画的制作呢 我只能说能看啊 深游表现挺好的 画面不怎么行 那么还是强烈推荐啊 大伙去看完这部动漫之后呢 可以去看原作漫画 已经完结了 十分难得的一部真后宫翻了 第二十部啊 超超超喜欢你的白个女孩啊 男主就向神明许愿啊 希望能够找到女朋友 结果被神明赋予了 和命中注意的女神啊 对象自见 就会直接让对方啊 产生好感的能力 而男主啊 命中注意的女神啊 有一百个之多 然后呢 这部动画的制作水准啊 应该是近几年啊 后宫动画里经费最熟的了 熟的都快溢出来了 而且呢 福利场景啊 也是极其都有 没有属于剧情 或者说主线剧情啊 就是男主先和新的女友 然后呢 和新女友 以及之前的女友在一起的一些 搞笑日常内容 推演观看啊 挺乐的 第二十一部 暴食狂战士啊 今年的男主一开始很若鸡 然后觉醒了 逆天能力开挂 龙奥天体骰 但是这么动画就很臭蛋了 因为男主是一直有暴食 这个通过啊 杀死他人或者魔物 从而获得他们能力的能力 只不过 男主在城里待的这五年里啊 一直没用 最后还捡了女主的残忌人头啊 再发现自己一直拥有一个 这么逆天的属性 之后呢 捡了一把 长得像蚕食者 而且会说话的戏 刀剑神 御家灵之死魔了 数一次 总的看下来啊 观看还行啊 值得一看 最后一部啊 第二十二部